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下旬呢就可以来踩它了 踩回来的商业啊 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呢把它切成这个小块儿 这个锅中呢放水把它烧开啊把它烧开 把它烧开过后啊 把这个商业啊 放在这个蒸笼里啊 把它放在蒸笼里 然后呢 这个集火啊 用这个大火急速蒸 蒸它三到五分钟 我们蒸了五分钟过后啊 我们就可以打开看一下啊 这个 以这个 以这个商业啊 它这个就是软熟 保持轩利啊 就可以了啊 现在呢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关火 把它倒在这个容容器里啊 它的这个容器里把它攒凉 在蒸清的时间啊 一定这个要掌握好啊 时间短了啊 它这个轻轻味啊 没有蒸出 四味重啊 汤色偏绿 而时间过长了 这个商业啊 焖成了黄色啊 颜色不好看 呃 营养呢 呃 营养呢 损失就多 然后呢 把它搓揉一下 然后再把它这个放在热锅中啊 把它炒热 呃 不停的呢 这个翻动啊 小火开小火 让它这个 呃 水分呢 呃 全完全蒸发 使它的这个水分完全蒸发料啊 直至干干 干操 呃 当手捏它不粘啊 手捏发脆 呃 这个用眼看啊 烟脉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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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现 现 现 壳黄色 闻起来了 呃 呃 有这个 呃 呃 呃 轻轻味啊 呃 轻微成体 啊 装起来备用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制作完成的这个商业茶了 我们泡一点来喝一下 平时呢 就放一点在茶杯里 然后出入沸水 就可以你用了 你看碧绿碧绿的 挺好喝的 商业中的黄铜成分呢 对我们养生是有很有帮助的 也适合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呢 作为代茶饮用 那么是有好处的 好了 具体应用啊 请尊当地的专业人士指导运用 你还知道这个商业茶还有哪些养生作用 关注评论区 也可以在评论区啊 参数预言 关注评论点赞 转发收藏 长按点赞 由我相伴 我是农民也是民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要记得点赞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